便利商店称的算是台湾的文化特色之一 统计截至2015年为止 五大便利商店品牌共计拥有10207间门市 让台湾成为全球便利商店密度最高的国家 主要的原因在于台湾便利商店提供的服务超级便利 安取买东西、吃东西、缴费、寄件、领件、买票、洗衣等服务一应俱全 日常生活大小是都能在便利商店解决 高需求下创到了门市邻里的现象 也因为服务项目众多 便利商店店员的职务也相对复杂 许多网友还笑称这份工作能让人达到18班武艺样样精通的境界 但随着同业之间的竞争 各大便利商店为了争取客源 纷纷推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服务 一名网友就在脸书社团爆料公社中PO了一张照片 直集新竹科学园区内一间7到11竟然推出现间葱油饼 一份30元 只见柜台上摆了迷你煎锅 一旁放了煎好的葱油饼和酱料 女店员打蛋的动作看来是准备帮葱油饼加蛋 照片一公布让许多网友感到嘖嘖撑袭 但也有些网友见怪不怪 甚至还在7到11店过店员亲手制作车轮饼 煮水饺和韩式泡菜锅等等 也有不少网友笑称 便利商店店员应该是最全能的职业了 不止什么都要会 还要忍入负重跟奥克对质 想要专职的店员不管转到哪一定都能轻松应对 网路红人猴汉鼎就用哭走的方式诠释了便利商店店员的各种无奈工作经验 一起来看看店员们工作的心酸吧 便利商店虽然便利 但没有给予店员应得的报酬一直都是许多人讨论的话题 甚至有网友高喊无限支持7到11店员调薪的口号 希望企业能够正视员工的辛劳 给予合理公正的对待 你也觉得他们很辛苦吗 那就赶快把这篇文章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这稀奇的服务